南海谷佛慈训行功了愿 消除业力 转身为元世代业而来的 每一场灾结降临人世间 诸天仙佛都会按中拨转毛 因为众生所造业力太重 还是会遭受业力淘宝 要免于自己受结淘宝的命运 唯有亲口如宿戒杀放生 然而亲口如宿戒杀放生 只做到纸业要真正能纸业 就是停止造业 如果以往所造的因果业力 没有消除就会遭受灾难结束 若能明了亲口如宿戒杀放生意义 懂得做到纸业再来要积极去消业 才能化解人生的灾难 闲事业力会迁徙着 你的一生 所谓无业不转人 因此转身为人 就是待业而来的众生 业力若不了结 一旦业力献钱讨宝 不管平时你身体在怎么健康强壮 平常你觉得很简单可行之事 业力一来样样样你都行不得 甚至连减割东西的能力都没有 莫要小看因果业力 当你负面能量胜过正面能量时 你要减轻负面能量增强正面能量 要靠功德来增强正面能量 闲事们要赶快发愿 行功了愿消除业力 莫等到事情发生才来做 那就太慢太迟了 年冠之计更不可掉以轻心 要做功德回向给自己业力 还有家业祖业及祖先 不是只帮自己消业也要帮家人消业 希望闲事们都能平安度过此年冠 感谢观看